友誼 在這六年的同學當中 能夠培養出一個友誼的建立 這是最珍貴的一件事 他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至於才藝表演 擴展視野 學校的交流 都是變成其次的目標 當開始這麼討論的時候 主任就有話說了 既然你們認為這是培養友誼最好的方法 所以接下來這個過程裡面 國略不配 你就不能罵人 講話講不清楚 你就不能笑他 來個動作慢 你要很有耐心的去陪伴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建立六點的友誼 成為人生裡面美好的一個回憶 大概這樣 主任在學校大概多久的時間 我來到這個學校有八年的時間 那你自己對於這個學校的感情 我對於這個學校的感情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蠻有創意的 蠻可愛的一個學校 可不可以跟聽眾簡單的介紹一下清水國小 大家好 清水國小 他是在忠寮鄉 當時是九一大地震的一個半毀的學校 經過九一重建之後 非常的漂亮 是一個木構造的建築物 教家來到了一個度假山莊 目前有六個班 然後有八十九個孩子 老師們都很愛孩子 很漂亮的學校 畢業生有幾個 我們今年的畢業生是有二十位 那你好像每年都會幫這個畢業巡迴展做一些紀錄 對 那我們會慢慢的 因為經驗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會用錄影的方式把他們一些有趣的話 或是一些快樂的 傷心的 很多故事的轉折 那我們就把他給錄下來 這個 學生已經畢業了 那這樣子的紀錄 其實到底是留給老師呢 還是留給學生以後 回到學校之後 他還可以再看他自己過去的畫面 那我覺得也非常的有趣的一件事 實際上當時紀錄只是一個 隨手拈來的一個方式 然後人發現說在很多場子裡面 很多畢業生就看到他們的紀錄片 比如說我們去國中演出的時候 國中的孩子看到他以前小時候的一個紀錄片 等於在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時刻 常常就以前的畢業生他就會 就好像一個儲存的一個記憶的資料不一樣 有扣除播放 有扣除播放這樣子 那這個好像這個畢業巡迴展的這樣子一個活動 主任你自己覺得是不是對這樣的運動 有一個很深很深的感覺 因為這好像是你一手催生的這樣 對 那我想有很深的感情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是對孩子的幫助 是有他的一個實質的一個幫助 而且以目前在各個學校裡面要推倒這個事 應該是不容易 那我想最主要關鍵是在於整個團隊 還有學校的一個支持 家長的支持 還有孩子他有一顆可慕跟願意的心 你自己的教育理念是怎樣的 我自己的教育理念是 教養孩童行正直的道 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我想這聖經裡面的一句話 我們把好的東西跟孩子來分享 成為他的一個榜樣 教育無他 愛跟榜樣 當老師願意付出愛跟榜樣的時候 孩子就看到有一個可以模仿的一個對象 那或許有機會他出了社會 或到不同的團隊之後 愛與榜樣 那你覺得在天鄉小校任教 跟在其他學校最大的不同是 我之前也在大學校也服務過 所以會花很多時間處理孩子常規的問題 可是常常都是蜻蜓點選 因為孩子很多 那我倒覺得在鄉下地區 或許人會覺得說鄉下老師很輕鬆 而且又看到那麼美的一個校舍 哇 好舒服 好享受 實際上就是說教育如果要生根的話 在天鄉地區可以更容易去生根 因為孩子所面對的問題 紅紅都不一樣 老師是最好的一個方法 那在天鄉地區會不會留不住老師 以早期來講 可能是不容易留住老師 可是目前來看 老師也沒地方可以去 因為教師一些超額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倒覺得 在偏鄉地區的老師 或許可以重新再思考 我們可以怎麼樣給孩子 更深更不一樣的一個教導 或是教育的一個方式 嗯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主任 沒有 有沒有什麼特別 主任你在籌備這樣的活動 然後你自己有沒有真的感覺很挫折 想要放棄過 嗯 我想每一個人在一個過程裡面 都會有類似這樣的瓶頸 何況就是說我們每年在演出的時候 都是我們在最忙的時候 所以每次到最忙的時候 就是很累的時候 就是很想去放棄的時候 可是這個時候 我想老師們的成就 感覺是在乎看到孩子的一個 喜悅孩子的成長孩子的一個執著 那有一年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有一屆的畢業生 他們是幾乎沒什麼能力去演出 看起來就是好像伏不起的阿董一樣 然後說了也不會說主持也不會主持 國樂也走音 然後扯離好像也不會什麼都不會 那時候我們今年到底要不要出去 那是第四十九屆 那後來突然間說 老師問他們說 那你們會什麼 對不對 什麼都不會 那你們想演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每年都有不同的創意 突然間有個同學說 我們來跳街舞 老師只是差點跌破眼鏡 有一群很文靜的孩子要跳街舞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結果後來他們真的很積極 開始上網查是不是街舞 街舞該怎麼跳 我說既然是如此 那你們需要什麼樣的老師 對我們學校來幫你聘請 街舞的老師來教你的街舞 從那時候開始 他們幾乎每一節下課 就提著收音機 然後就到文化走廊開始練起街舞 他們班的團隊就建立起來 因為他街舞有信心了 對所以他說唱藝術也進步了 國願也進步了 什麼信心都開始了 讓我有一個很深的領會 對終點是一樣的 可以用不同的路徑 有人可以坐高鐵 有人可以用坐捷運 或是高斯公路 甚至用走路的也可以走到台北 那另外就是說 像因為是一個巡迴展 也就是說他學生不是在校內做演出 那這些外面的這些點 或者是說其他的遊校 你們是怎麼樣找到的 或者說你們在要跟這個學校 譬如說要去這個地方演出 九州文化村或者是紫教堂 那他為什麼要讓這樣的 這樣一群孩子去那邊演出 是這個在溝通聯繫上面 是不是也有一些過程 一開始我們在第一屆的時候 希望孩子有一個企劃能力 企劃能力他需要寫企劃書 所以我就把他自己寫 自己寫 我們把企劃書的格式 大概把它給弄好了 比如說自我介紹 那我們的需求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 然後我們需要哪些的器材 我們的用餐怎麼用餐 最後的結束 我們會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停留時間大概是多久 然後請他們用這樣的一個企劃書 給各個學上去 後來我們也曾經 由學生去聯絡九州文化村 他覺得說 感覺是說我們的水族演出的不夠 那我們說我們只需要一個空親給我們而已 我們只要自備麥克風自備 我們都全部自己來 那我們只是提供給孩子一個戶外展演的機會 後來他們說哎呀你們既然那麼辛苦 乾脆我們要打折就好了 不用演了 這樣子 後來他們應該也是一種 可能是因為場地的關係 所以我們九族也沒有演出成功 然後建福山也沒有演出成功 到最後竟然到子教堂也不成功了 他們覺得非常的感恩 至於以後的學弟妹 不許還多了一個 可能是一個遊客群的一個戶外展演 因為一個戶外展演對孩子而演是不同的一個飾演 因為以室內演出來講 這個觀眾是固定的 可是如果只要好來講 我們上次演出的時候是有六部遊覽車 進進出出 所以觀眾是沒有什麼自尋 可是一個藝人的表演就是沒有什麼自尋 對孩子是不同的一個啟發 那像